我們必須要了解全鎮怎麼操作 我們要全鎮入手的方法 一定要挑選自己很熟悉的股票 第二個 選價內到價外10% 到底天數120以上的 然後第三個 不要凹單 不要試駕單 那剛剛前面那個 賴老師有說過說 在9.5分以前跟1.25分以後 不要買全鎮 因為這時候全鎮造勢商會把單子抽掉 因為他還不確定說 收盤的時候股票會怎麼漲 所以他會把單子抽掉 所以這時候 我們買到的全鎮 不一定是全鎮造勢商用合理價格丟出來的全鎮 搞不好是我 或是其他朋友用漲停板很貴的價格賣出去的 全鎮很多名詞 大家去看網站上都有在介紹 市場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Delta 一個是Sita Sita就是我們講過業費 假設它Sita只是負0.00185 那等於說一天會減少0.00185的價錢 那雖然很小 可是如果你的全鎮是1.44 這個價錢 Sita出1.44 你會發現 它佔了1.44元的1.3 可是如果你放10天 它就跌掉多少 如果你這個1.44的全鎮 你報了10天的話 那它的Sita只是這個價錢 那它佔了1.3% 那放10天你會賠多少 賠多少 要有獎證打壓才會有人舉手 對 3% 所以很恐怖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買賣全鎮會賠錢 因為報太久了 你本來一根掌停板 全鎮你可以賺10%的 結果你報了10天 報了10天之後 結果呢 你賠到13% 全鎮賺10% 結果你還賠3% 因此全鎮盡量短進短出 除非在有事件發生的之前 先進場 懂嗎 就是Sita的重要性 那Delta Delta是在做什麼 就是說當我後面會介紹到說 如何同時買入 認購全鎮還有認受全鎮 來做價差交易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這個Sita值 Sita值就是說 如果你去查出來說Sita值是0. 這去哪查 券商的網站上跟APP上面都有 就是該檔全鎮 它有一個Sita 那Sita如果是0.5的話 那它的刑事比例是1比1的話 就0.5乘1 那就代表股票漲1塊錢 你的全鎮會漲0.5 如果跌1塊錢 你的全鎮就跌0.5 這叫Sita 所以這兩個參數會比較實用一點 新手為什麼不要選90天內的全鎮 這個時候剛剛我臨時畫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叫做曲線 那你假設這邊是時間 從90天到200天 或是更久 因為一般全鎮新發行的話 它大概就是180天或200多天都有 它發行一年的 那全鎮 講到剛剛發行的時候 它價格是3塊錢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隨著時間網內遞檢 200天 190天 180天 跌到110天 一直跌到90天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 它從3塊錢跌到2塊錢 什麼意思 你走了110天 你的全鎮上下坡幅 大概只有1塊錢而已 花了120天 可是當你到了90天的時候 它往下 掉下來的速度非常快 它可以從2塊錢 掉到0.1 幾乎是歸零 它只要花90天 就可以摔下來 摔得很快 所以這為什麼在講說 全鎮要買90天以上的 那最好 如果說我們手腳再慢一點的話 那可能要買120天的 就可以拉 嘿就在那邊 你的時間價值 掉的會比較慢 那我們就可以看對母股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賺到應該賺的錢 這樣懂嗎 大家精神還好 我不講笑話 因為後面很多還有一些技巧 一些實戰技巧 希望大家能夠撐下去 然後全鎮另外還有一個美股要賺錢 就是上面這個黑的 這個他抬頭 有賺就可以下車了 對不對 你在前面這個 昨天的禮拜五的 你在12點以前 你的全鎮都是賺錢的 對不對 結果他們講好 割糧好約好 1 2 3 啪咚 跳水 好快 都互相約了 都手牽手對不對 這時候你根本就來不及處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才講說 當你有賺就要趕快跑 因為現在有城市交易 然後有信骨當沖 大家手腳都比快的 你慢一點 你不能怪市場 市場太快我跟不上 是你要跟著市場走 而不是市場來跟著你走 所以說我們想 你看一下這個全鎮 當你在前面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用昨天收盤價來講的話 他最高1.66%的全鎮 盤中最高的 他搞不好還有更高 是說有成交到1.66% 那我們用這個來看 1.66-1.35% 昨天的收盤價 然後除了1.35% 你在這段期間那裡最多可以賺到22.9% 就是說你丟10萬 你賺2萬2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不跑 那剛才殺價的時候 收0.97% 那我們再算一次 1.35-0.97-1.35 賠了28.1% 這一來一回差了50% 這個心疼說你賠2萬8之外 相信各位跟我一樣 你少賺2萬2 很心痛你知道 賠錢就算了 少賺會比較心痛 尤其是沒賺到 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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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全鎮有賺就可以下車 就直接這個到 因為你不確定 也不知道說下一個風險在哪裡 至少呢 入口帶的才是真的 這個要 要那個 寄到腦海裡面 然後另外 我個人是 能夠在市場上活那麼久 首先我比較不喜歡小型股 我指的是全鎮 不是只說小型股不好 因為小型股呢 它的缺點是 成交量小 它容易垂直下墜 它充滿能見度不佳 那它的技術線型呢 能夠 大家知道嗎 用錢砸出來的 我是主力弄個幾億 它就可以畫出你要的線型 我可以照這樣 到壓力賣 到資深賣 把它技術線型做得很漂亮 因為它是小型股 很容易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去套用 我們的技術分析的話 那就不一定會很準確 所以說我不喜歡 小型股的原因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個都是手前手一起講好的 主力說好的 一二三波動 對不對 那你說我分散投資 在各個小型股身上的話 沒有用啊 對不對 同一個時間下水 你怎麼按 你打給交易員 打完電話剛好跌停板 對不對 所以小型股是比較危險 並不是不能玩 如果你對他們的 知道他們這個時候 要手前手的話 實際上你可以事先買 認受權證的話 你也是賺翻了 可是我是站在說 我沒有任何一個 消息面來講的話 我們又不是主力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盡量避免玩小型股 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股權證 權證的漲法 這個底下是 我們講的是股票 漲0到1% 漲5% 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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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證價格是這樣子 二次曲線方程 曲線這樣 撲上去 衝到漲到天 這樣放煙火 放上去 這樣懂嗎 那跌也是啊 可是跌 它頂多跌到歸裡 沒有了 會不會跌到地板下去 會不會因為 你去籠圈放空一檔全證 可以假設 全證不能籠圈 籠圈放空全證 如果你籠圈放空一檔股票 要10萬塊 會不會讓你 比到20萬 會有 嘎空 會嘎到 嘎死 嘎到死笑笑 你有再多錢 你去放空 會不會嘎到死笑笑 你有10萬塊 搞不好會嘎到100萬 嘎手都有可能 可是全證呢 我丟個1萬塊 10萬塊好不好 變0 沒有了 不會丟到地獄去 可是它漲 會漲翻天 會漲到月球去 搞不好漲到火星去 一直往上衝 我們看一下 假設股票來講的話 股票一漲一跌 那我買 假設說我同時間 買入10萬塊的融資 跟10萬塊的融券 那股票漲10塊 你的現股融資 是不是就漲 變成11萬 那融券賠1萬 變9萬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還是20萬 這個還不包括 你要交給政府的稅 跟手續費 所以還是賠錢 所以你股票 在用這種同時滿進的方式的時候 基本上是賠錢的 因為你要賠到手續費跟稅金 結果股票看跌勒 看跌融資就變9萬 融均變11萬 加起來還是20萬 然後它是賠手續費 這是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全證 全證就不一樣 全證如果說我同樣同時間 買入1萬塊的認購全證 跟1萬塊的認售全證 這時候股票大漲 我的認購全證 漲1倍到2萬了 認售全證 腰斬 也是賠一半 變5千 這兩個加起來 2萬加5千 2萬5千塊 我當初投入成本是2萬塊 結果股票大漲 我一起賣掉 我還賺5千塊 那如果股票繼續漲 我說我腳麻手麻 來不及賣認售怎麼辦 歸零了 你知道嗎 零元了 可是我的認購繼續漲 變4萬 那如果遇到標股 8萬 一直上去 所以就漲翻 漲上天了 跌呢 跌到地板 不會到地獄去 所以這比農 比農卷放空 好用很多 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我們講股票 如果大跌 一樣 大跌的認購 賠5千 賠到剩5千 可是我的認售 變成2萬了 加起來 還是2萬5千塊 我還是賺5千 這個用在哪裡 用在股票 會在突然大漲大跌的時候 很好用 如果遇到盤整的時候 都不動的股票 那這招就不用 不好用 這你就會賠錢了 賠什麼 賠時間價值 賠手續費 賠交易稅 大家都很清楚 那我再講更厲害一點的 我們來解讀一下 這家公司的財報 那時候他在104年5月15號的時候 他這旁會有公告鼓勵股息 這時候我就講到說 這一定是大行情 所以說我在 我就同時選好了這兩檔 一檔認購權證 一檔認售權證 如果 禮拜一呢 優於預期 認售賠錢 如果 不好的話呢 他的股力股息 沒有經過法蘭喜歡的話 那他有可能是 失望性賣壓 然後認購會賠錢 可是認售會賺錢 他這個比例剛才前面講過 你要去看這兩檔股票 這兩檔全震的Delta值 假設是0.6的話 其實比例是1比1的話 那股票漲一塊錢 然後乘以Delta 那他就 全震交易漲0.6 那疊也是 那你照 假設說我前面這個 買100張 那這個就可能要買到200張 不 要說錯 假設這個買200張 他就要買到100張 那這個比例就照這個Delta來算 那剛好就會比較平衡 就會剛剛我前面講的買1萬 各買1萬的那個意思 懂齁 所以來講到前面講到說 Delta值呢 有用途用到這個地方 OK齁 你會跟你講這個 你要學起來 這是鐵鑽的 鐵鑽的 比你去參加會員 伊斯坦那個還要穩 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對不對 他有發生什麼事情 要開法說會啊 還是開法會啊 對不對 這可以用拆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呢 禮拜一開盤了 叫金開服了 我的這一檔認購全面漲80% 認受賠32% 我一間起來我賺50% 這樣懂嗎 就一樣那個觀念 所以說你現在同時 這個是一種 比較穩賺不賠的方式 就是你同時買入認購全陣 跟認受全陣 是因為全陣商品 它的漲跌幅去用曲線的 而且方程的 它不是自俗度假的 所以才有這個效果 會越漲越多 那如果說我都不解開的話 這個可能一直漲著一直跌 這樣會不會太快一點 要聽進去喔 先花時間來這邊 我也花時間教各位 以後聽這個都要收錢的 搞不好老師都不會教 再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一個小技巧 小技巧 真的是優於外資圈所說的 優於預期嗎 剛才前面講到說 我不喜歡做小型股 我喜歡做大型股 所以它有脈絡可循 我們看一下喔 在這個期間的時候 在公告鼓勵股息的前夕 外資已經買了 17萬8千多張的股票了 它扎了好幾億在這張股票上面了 當它出現公告鼓勵股息之後 它會說不好嗎 然後石頭扎自己的腳 讓它自己全部賠錢嗎 它當然不會啊 對不對 它一定想盡辦法跟媒體講 放消息說 一定優於預期 未來看好 所以說我們才看到的線圖 它在這段時間盤整的時候 公告鼓勵鼓勵 它可以拉上去 連拉上去 一直拉上去 為什麼 因為它都買很多啊 所以大型股有這個好處 懂嗎 你可以用籌碼來觀察 而且這些籌碼不是一兩天 可以賣掉的 懂不懂 所以大型股比小型股要好操作是這樣 比較不會受到主力的控制 它就一路拉上去 它再來 2317到6月份有大行情 大事情會發生 又可以再做一次 歷史重演 非常好做 如果都看不懂 一樣就是 當某某政黨要公告出選名單之前 同時買進認購跟認售 洪海有1比1的權證 1比1 像洪海漲停滿那一天 很多權證是漲4倍5倍上去的 那你買認售 跌到0 權證漲4倍 是穩賺的 這就是大事件 懂我意思 記起來 不要浪費今天來 花時間來了 錢送給你 都不會 很可惜 錢很難賺 期待一下 6月份要 某個政黨要公告一些事情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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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